由民间企业协会和学校社团 共同举办的全民国防教育成果发表会 28日举行 退府会主委冯士宽 前国防部军政副部长蒲泽春等人 都出席活动 学生们展演成果或现场嘉宾赞许 刚刚我看的设计让我的感动差点流泪 我觉得今天我们曾经有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要偿富于民 今天我们国家的处境 更应该偿利于民 偿心于民 这就是我们的全民国防 让这些爱好涉及的学生们 可以这样组成民间的团体 然后又跟很多的学校 大家共同来举办这个 全民国防的教育成果展 我想对于台湾的全民国防 绝对有实质上的这样一个帮助 推动全民国防教育从校园做起 云林科技大学 环球科技大学及中兴大学 签署联合发展意向书 协定各校军事模拟研究社 在技术层面上共同学习 我们利用社团的比较系统系的运作组织起来 然后赋予良好的辅导 然后提供相关的资源 以寓教娱乐来推广全民国防 然后让整个国防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 我学到很多有关枪械的知识 还有很多以前没想过的一些军事的知识 我们目标是将全民国防推广出去 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在全台湾办理营队 然后来回馈社会这样 在将来会一起共创更多的活动 更多的记录 人民也是力量 我们民间的团体就是应该为国家多出一份心力 很多的很多的很多的 提供学生练习设备的 是协办单位之一 贸易公司董事长廖英熙 也提供国防设备给军方及学校 他认为相关从业人员 必须要有伍德才能服人 因此特别捐赠品德教材 给云林县中小学校 希望品德带顿伍德 结合全民国防教育 为国家尽一份心力 现场同时举办国防设备静态展示 和大专辑线设计比赛 气氛火泼热闹 新桃人亚太电视张星洲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